老板 你这条狗要公着卖 你不要坐着卖 你坐 这么多同行卖得掉吗 我呢 叫我龙跟狗 带不走 信不信我 放我的狗咬你 我一个小时能把你的猫跟狗都卖光 如果你有宠物店 有没有 有啊 我能够让你的顾客 以后的顾客 未来的顾客 只在你宠物店消费宠物用品 说不定你的宠物用品都不够卖 猫跟狗也卖不够 我不信 这样 我这里有200块钱 我帮你先卖一个小时 你学一下这个模式 好不好 如果卖不出去 钱还是你的 行不行 可以 但如果卖出去了 你送我一只猫 可以吧 就几百块 还是值这个钱呢 行 你说的啊 你先把钱给我啊 给你 给你 我给你设计一个广告活动 上连 我办理一生 你随我一事 下连 我算过命 你命里缺一只猫或者狗 这个叫广告标语 打动人心吗 横批 猫狗免费领 免费领 对 你不是卧底吧 你是不是想搞我 怎么可能是卧底啊 这样好不好 亏了算我的 我先帮你卖 你不要慌 好吧 一会就让你进上 看狗吗 对 要哪只 这是什么卖 免费领 免费领 免费领回去 二十一天不好 就拿过来免费退 好吧 你只需要缴纳一个同等价值的押金就可以了 多少钱是多少 五百 五百 不会到时候找不到人了吧 怎么可能找不到 他有垫的 垫在哪里 垫在七江堂 七江堂 就在旁边是吧 对 他的垫就在旁边 你不用担心被骗 好吧 而且老板长那么好看 这个是第一个好处 这等于说你免费带回去了 不好就拿过来退 可以吧 第二个好处是什么 只要是在我们这里买的猫跟狗 你看他挠的那么厉害了 他要洗澡吧 以后免费洗澡 不是免费一次 不是免费两次 是终身免费洗澡 唯有我 谁唯有你啊 真的啊 今天我做主 可以吧老板 可以吧 比如说你像这个狗 洗一次澡是五十块钱 对吧 我们会把这个五十块钱 存到我们的SVIP卡里面去 等于说你没花钱 因为这个钱存进去之后 还是可以拿来干嘛 买猫杀 买狗杀 买狗粮 买相关储物用品 每个月都得买吧 那是不是等于免费洗澡啊 有什么区别 可以吧 可以可以 而且在我们这里买狗 说不定还能给你挣钱 两个 第一个 只要你推荐好友过来 买了我们的猫跟狗 统一给你10%的分拥 第二个 只要它的狗在我们店里面 消费任何的储物用品 我给你5%的商品佣金 老板可以吧 可以吧 当然了 你按年度结算 好吧 等于说你今年不需要花什么力气 就多了一个收入 再多点人过来就好了 可以 来 都听清楚了吧 不但可以终身免费洗澡 而且 比如说他是你儿子了 你儿子成长过程当中的 用他的所有设施 都可以去老板的宠物店买 可以吧老板 可以 来 你要哪一只啊 这一只是吗 来 这一只要这一只是吗 哦 真可爱 这只猫 那你少一下老板吧 多少钱 500 500 卖这么便宜啊 好的 嗯 好的 谢谢 给你涮一个账 第一招 猫狗免费任理21天 对吧 21天足够培养 人跟狗之间的感情了吧 99%是不会退的 除非你的狗有毛病 应该没有吧 没有 对吧 然后第二个 他在这21天的过程当中 就算退了你也不亏 因为他的狗粮 狗杀 是不是就在你这里买啊 而且的话 等于你现在卖不掉 你让别人帮你寄呀 别人还给你掏钱 你买了没有 横算 速算 都不会亏 那么第二招 我们通过免费洗澡 持续锁定顾客干门的门店 消费宠物用品 他洗的越多 存的钱就越多 最终在这里买单也会越来越多 明白吗 那么第三个给到顾客足够的好处 让顾客帮我们去拉薪 去做裂变 是不是等于你有了无数个业务员 跟分销商 对吧 这点毛手小力不算什么的 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的话 成功卖出去了 你想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你这个活动呢 肯定想 想吧 我帮你把它拍到互联网上面去 好不好 刚好我每条视频都有几百万的曝光 一个小时过去了 成交率还是蛮高的 对吧 挺多人参与的 所以说2023做生意一定要集合人性去做 要以人为本 看小便宜 好奇心理 重重效应 而且的话 引流少不了 成交少不了 索客少不了 叶变更少不了 环环相扣才能够把生意越做越大 以后就不要出来摆了 城管还要抓去店里面吧 好吧 可以 我去挑一只最贵的毛行不行 行 真的 让你挑吧 行 嗯